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止记者发稿时 初步估算地震至直接经济损失26.4亿元 目前受灾群众仍急需帐篷 棉被 床 食品 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和救护车辆 医疗设备以及大量止痛 麻醉 抗生素等药品 在去救灾工作有需进行 我们管那些父母在外地打工 每年只能利用假期和父母短暂相聚的农村留守儿童 叫做小候鸟 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播出了湖北的小红墙 四川的小冲冲等几只小候鸟 从自己的农村老家出发 前往北京 上海 广州和父母团聚 他们能不能顺利的见面 见面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他们是生活在农村的留守儿童 每年暑假往返于城乡之间 与父母短暂团聚 他们有个特殊的名字叫小候鸟 三路记者吩咐美上网 真实记录他们的迁徙历程 聚焦三农暑期特别节目 小候鸟的夏天 湖北的小红墙与姐弟俩 李亚芬 李奥琪 还有重庆的小冲冲 这四个孩子都生活在农村 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北上广打工 聚少离多 一年最多能见两次面 如今长途跋兽的小候鸟们 终于要见到各自的父母了 小红墙在堂哥的带领下 从湖北广水到北京 坐了六个多小时的火车 来到在京城卖蔬菜的父母身边 离别半年 终于与父母相见 虽然表面上小红墙不是很兴奋 但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喜悦 然而一直惦念儿子的母亲 却不免伤心 小红墙的一只小手 紧握着爸爸的大手 久久不愿放开 吓死了 鈴木的发生 撒死了 , 可是如果是这个 他今天来找到河北 最后第一次 那他点这儿 你去走 我走 你走 想到儿子在农村孤独的生活,本该高兴的妈妈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去他们家,你可真是我们的自己,安排清晨,不知道是吧? 但一半的我们去,要是不去他们家,你照着我们来,请你也放行一点。 冲冲独自乘车 近29个小时 奔向父母所在地 往东东莞 东莞是个世界工厂 从四面八方来讨生机的父母 把暑假的车站 装点成孩子的集会 冲冲的爸爸徐川林 在外贸工厂做管理工作 今天特意找单位的司机来接儿子 家庭作业 全部带齐了是吧 妈妈总是很欣喜 儿子情绪的丝毫变化 都能感觉到 没完够是吧 在月次啊 啊 在月次啊 在月次啊 啊 这次八月份飞去 给你完够啊 啊 你听到我一刷就要的了 喂 啊 这个单子都写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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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今年匆匆才上初一 但要考上一流大学 是早早就定下的 这也是徐川林夫妇打工的最大动力 现在大了之后 大了之后 大了之后 现在面背了 都没信心了 背了跟哈佛两个 两个好选 是不是先进背了 然后进哈佛 哎呀 我给他眼望太高了 今天能进你而为就会了 尤其 希望也的 死亡也的 人情知道 是 今天没进背后 帅哥 喜欢没有 进门后 匆匆冲凉 已经二十多分钟 爸爸妈妈还要赶着上班 有些着急 快点出来 把头擦干 来 妈妈过去 他们过来 下一次 给他们洗腿 啊 啊 你像爪子吗 今天今天只有咖啡 今天比 刚刚来 你像爪子 明天要是关键 对吧 嗯 夜幕遮不住上海的繁华 可是外面的繁华 与李道雄无关 女儿小亚芬 和儿子小傲琪 已经在来上海的路上 静静的卧室里 她在等待着孩子们的到来 好 她在来 你 在来 小子还不准备 你来早上干什么 你来早上干什么 好 然后早上干什么 然后早上干什么 快了 快了 快到车上了 嗯 十点 十点 十一点半应该跟到家 饿了吧 应该饿了吧 他在外面在村上吃的东西不好 李道雄算了一下时间 半个小时应该比较充裕 可谁想二十分钟不到 他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他都到小区里面哭了 原来长途汽车进展时间比预想的提前了 妻子打了电话 孩子们马上就到小区门口 李道雄的动作显得有些慌乱 半年没有见到孩子了 他的确有些激动 人呢 不会回去了吧 李道雄从小区的北门跑到东门 可绕了一大圈也没有见到人影 外面 妈妈 妈妈 你妈妈 见面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简单 但是李道雄看似随意的一个抚摸 一个眼神中 无不透露着他的喜悦 他不是这样的 你先放到房子里面 你先把你们搅拌一下 把那摆摆 大家去睡觉 这是平常的是不是 虽然小红翔的爸爸妈妈都十分疼爱他 但是生活的压力 却让他们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即使儿子刚下红车 旅途劳累 他们也不能早早收摊 青菜当天卖不掉 就会烂掉 七块八毛钱 给你两毛钱吧 我给你拿一子好吧 晚上卖不了 明天没用 把贵也没办法 多少钱 行 给八块钱 行吧 多水等 你这才是一块钱的 你三块钱已经了 就是一块钱 三块钱 你们一买这两三个 还是根本就在那几 一毛多钱 谢谢 一块素 来点生饭 呆在菜摊旁的小红翔 干脆帮父母卖起了蔬菜 别看他个头不高 干活却一点都不含糊 妈妈说 小红翔脑子灵活 在学校还是数学课代表 卖菜一般都给顾客省零头 很是大方 这一块四片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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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块六一共 三块六 你三块五 谢谢 谢谢 小红翔脑子灵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地方是留守儿童生活区 是匆匆父母所在的单位 为看望爸爸妈妈的外地孩子专门修建的 今年春节刚刚启用 设施完善 纪念夏天 徐川林最好的同事李竹文 也有一儿一女 在妻子的带领下 从四川临水县来东莞过暑假 三个孩子四个大人 组成了一个临时大家庭 对于儿子的成长 爸爸妈妈是又惊又喜 父母希望对儿子能逐步放手 真正独立 匆匆学校的作业并不多 更多的内容来自父母的安排 徐林川夫妇都是农民出身 他们请立给儿子创造更多的机会 两代人 两种思维 不同的追求 矛盾不可避免 上长大了 思想成熟了 然后现在回想起 以前的那些 就觉得有点幼稚 反正我的希望就是 要他提什么 反正我上班里也跟他挺大力挺大 上海的夜已经有些深了 但是在李道雄租住的屋子里 因为有孩子的到来 依然那么热闹 和吃饭相比 四岁的小奥琪对打麻将更感兴趣 对小奥琪来说 出不出去玩无关紧要 她更喜欢和外婆在一起 或者说是和外婆在一起打麻将牌 外婆一直认为小奥琪是天才 很多东西不用教 自己就会 小奥琪打牌很起劲 每一个动作都张浅着和她年纪不大相称的老恋 李道雄的父亲一直和二弟李道伟住在上海 今天也赶过来 打算看看孙子 也看望一下亲家 李道伟看见四岁的侄子 在像一样的打牌 也凑过来一起看 可没想到 还没等他坐下 矛盾就成生了 干得准数 你呢 own 你呢 做你呢 做你呢 my ligne job no job ある 没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厚 够在管的呀 我是居知 她是居知 degree 我 Judaism 活祀 好 来摩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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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外婆已经习惯了小傲奇的脾气 被小家伙打疼了就躲一下 从来没有埋怨过 一直耐心的哄着 来来来 哇 挺很厚 挺很厚 好了 好了 他不能盖着糖盖 他用 高低他的心感 是不是习惯了 随着小傲奇的发威 本来就很热闹的小屋里 显得愈发热闹起来 叔叔家的小妹妹 也被吓得大哭起来 担心会打扰别人 李道伟和父亲决定提前回家 这让李道雄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 如何教育顽皮的儿子 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长时间的分离之后 这些小候鸟终于又和父母团聚了 爸爸妈妈都有自己要忙的工作 不可能专门陪伴他们 爸爸妈妈出去工作后 这些小候鸟是不是仍然要自己照顾自己 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形式的留守呢 在陌生的城市里 他们会和爸爸妈妈产生矛盾吗 他们的暑期生活会快乐吗 聚焦三农将会继续关注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您通过评论下方的联谊方式 给我们提供先生线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